欢迎收听国考驿站 大家好 我是看起来人衰衰 星光褂蚁的淡淡流进 我们这一集RELEASE的时间是 日期是6月17日 星期五啦 哇 6月中了 日子真的过很快 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了 我们这一集的专题 要来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自己写的计划书 有的人啊 会以为我其实有请一些 请一些企划 还是什么小编的 没有 我是一直以来都是校长见状中 我最近真的有好强烈的感觉 就是 想请小编 可是请小编来 我还要帮他弄劳健保 还有一些 就是要指挥他的事情 那种给他做 到底要给他做什么事情比较好 然后可能还要出办公室 所以我还想这些事情 所以最近比较忙啦 对啊 大家自从有比较认真经营IG之后 我发现大部分的国考生 好像都在IG比较活跃嘛 因为国考生是 较少年啦 然后就想说 可恶 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 跟一些那种 长辈啊 什么的 超过30岁以上的臭老人 才在FB 我们不要跟他们一样 也不想让他们知道 我们的私事 我们的私生活 我们年轻人就聚在一起 聚在IG 对啊 我才发现 年轻人现在都 呃 经营IG了 然后那个论坛也是啊 就是 PTT 现在都老人啊 大家都跑到低咖去 分享自己的事情了 对啊 啊 那个 时代不一样啦 哈哈 好啦 我们回到 这一集的主题啊 这一集的主题 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那个 外交官的东西啊 对啊 外交官 呃 我们 俗话啦 通常都叫 叫外交官啦 可是 呃 你用那个 国家考试的角度 就叫外 外邻人员啦 外交领事人员 或是外交人员啦 对啊 好 不管啊 讲的其实都一样啦 官 他虽然 有官这个字 但是 并不会因为 有官这个字 他实际上的工作内容 就是身份地位 比较高之类的 没有 你还是一样 就是跟大家讲一样 你如果有跟 长官一起 出国出差的机会 你是要帮长官提醒你 你不提的话 你就吃不完豆子走了 你这辈子 别想住外 因为住外的人 是身操大全 都是在长官的手上 好 啊 跟大家讲那么多 哎 一样一样来 来 来看第一点啦 节目重点 我们这一集讲的就是外交官的薪水福利待遇了 因为房间的补习班啊 呃 其实也有针对外交特考去讲一些外交人员的那个薪资福利待遇嘛 但是我是觉得毕竟啊 写这些文案的人 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在外交部工作 我讲的是真实版的 我这一集讲的是暗黑版 其实也有讲真的啊 就是福利待遇的东西 就是福利待遇的东西 真实版的 好的坏的我都会讲 我讲的一定是比补习班还要真实的 然后呢 我这一集讲的内容是以外交特考为主 也就是说你考上之后 你分发到外交部以及外交部相关的所属NGO NGO的那些机关啊 对啊 因为好像还有什么领务局吧 对啊 好不管啊 反正大部分都是分发到外交部啊 那那些驻外管处啊 其实还有其他部会 那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啊 虽然说那个 呃 其他部会的那种驻外人员 他的那个薪资福利待遇是比照外交人员啊 但是不在我们这一次的讨论范围里面啊 我这一次讲的是针对外交部的外交人员 来看第一点啊 薪水 外交官的薪水有比较高吗 薪水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啊 因为外交人员啊 外交官的轮调制其实是633啊 也就是说 呃 你拿到驻外的派令之后 你待国外 如果没有特别的状况 你就是一次待六年 待六年 经济部是待四年 我记得没错啊 经济部是待四年 外交人员是待六年 六年在国外 三年在国内 通常是这样啦 如果你跟长官呃 就是你在国外跟你的直属书馆出的非常的好 或是非常的不好 可能就会破除掉633这种常规啊 要不然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都是633这样轮调啦 那通常轮调回来你的直属 你的直等就进一级了 对啊 就比如说 哦 你本来是三密 然后你 你出国 住外一次 过个水 你后来就变二密了 二密就变一密了 其实一密就是减刃官了啦 好那 啊 我们直接来看 我刚刚讲的主题啊 讲的好发散喔 来看第一点啊 第一点就是国内薪水啊 就是你一刚开始 你考上外交人员之后啊 你就分发到外交部嘛 你还没住外的时候 你领的国内薪水是 跟高考 刚考上 也就是什么 公务人员高考 什么三级的 那个薪水 其实一样啊 就是只等什么 从五本五开始算喔 五六七 哦 一样 也就是说 大概是领到 四万五到五万之间吧 我不知道啦 那个 那个细节 我不知道 但是大概就是 那个薪资急剧 其实是跟 跟高考考上 一模一样的 因为你们直等都一样 跟考上 那菜这些都一样 OK 来看第二点呢 那住外的薪水 我相信大家考外交官 无非最大的目的 就是为了住外 但是 我 看了很多 我给大家 一个非常忠心的建言 你想要住外 你除了要努力 拼搏在你的 外交官考试以外 你还要注重 把自己的健康养好 有很多人是想住外 也确实拿到了 住外的派令 可是后来因为健康因素 没办法继续在国外 因为国外的医疗 可能没有台湾那么进步 也没有台湾那么便宜 他最终还是放弃了 住外的机会 提早回来 好 那住外的薪水 其实就是主要看你 你分发到哪个国家啦 那个国家的话 其实每个国家 地域加急都是不一样的 你只要住外的话 那个薪水啊不是零台币 外交部的那个主计还是会计 他直接是发给你美金啦 所以你就是零美金的 只要是住外都是零美金啦 所以每天你就是在那边看汇率啊 汇率比较好时候 你就啊赶快换台湾币 或赶快换那个住地的 当地的币比啊 对啊 好那第二点 我们来看福利啊 福利其实就是看你的值级值等啊 不过 呃我这个 我今天讲的这个主题 专门都是针对刚考上的人而言 其实你刚考上 你一刚开始住外 就是三秘啊 三等秘书啦 对啊 那 呃 三等秘书的话 那你的福利啊 住外的那个 就是 第一个 我想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房屋补贴了 他有房补这个东西 那房补东西 这个这个东西呢 他其实跟地域家籍是一样的 就是看你当地的 依照当地 比如说你到美国 就是依照美国当地的生活水平啊 物价水准 医疗啊 什么的 给你当地应该有的补助 其实这些东西啊 不管是薪水啊 地域家籍 还是这些福利 他其实都有人事相关办法 人事相关办法规则啊 其实多如牛毛啊 我没办法一一跟大家讲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一一去Google啊 对啊 那个网路上都有 找得到东西 啊你真的还不懂话 写信息问外交部 对 好 那反正就是有房屋补助啦 对啊 这个是跟其他一般的 公务人员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你只要是外交官 你住外的话 你住在国外的房子 是有房屋补贴的 但是这有但说 你如果在住在地的 当地啊 你有自用住宅的话 也就是你跟你的配偶 用你自己跟你配偶的名义 买房子的话 你就不能领房补了 对啊 我是看到前几个月吧 很遗憾就是有个新闻 美国那个亚特兰大 有个秘书 他就是在美国有自由住宅 买了大概几年吧 三四年吧 结果他又重复领房补 结果被发现 被判那个 呃什么贪污罪啊 对吧 是非常遗憾 我是跟大家讲啊 这种钱真的是小钱啊 区区几万块 真的不要贪 因为我看到很多公务人员 因为可能就是 工作上借由职务不是便啊 想说啊中午吃个便当 没有签名还是怎样的 多吃了多拿一个 回去给家人 或者是想说啊出差 台北到高雄 想说多报了那个什么 报高铁费 结果是朋友载你到高铁 朋友载你到旅馆什么的 就是你实际上 你不是搭高铁 可是你确服报高铁的费用 还蛮多公务员 因为这样吃上贪污罪钱 而且公务人员犯贪污罪 是比一般人还要重的 所以这个 这种小钱真的不要贪啊 因为我有跟大家讲过 公务员人员什么都不会 内斗内行 对啊 大家都会因为就是可能在升迁上面啊 还是看你不送啊 想说啊长官比较喜欢你 不喜欢我 于是点点点 我就爆料你的小秘密 你的小秘密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 出差啊 你福报高铁什么的啊 他平常不会跟你讲 可是这种资料 他可能都是偷偷的放在电脑里面 等到哪一天 有必要的时候 再把它抖出来 强棒出击 你就不get out了 你因此公务人员可能会做不下去 所以我在这边跟国考驿站的听众粉丝讲 你哪一天考上了 真的不要因为这区区的几千块几万块 去把手伸进去 我知道 嗯 非常的诱人啊 但是你要考虑到后果 因为大家都在看 你经手 可能经手你人事经费 你出差经费的这些同事 他们都知道 可是他们 可能都当下 copy一份 默默的把它存当起来 不会跟你讲 也不会爆料 当下 可是在升迁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拿出 好 来第二点 子女的教育补助 我其实在高普考那一集 有跟大家讲 只要是公务人员都有子女教育补助 就是你的小孩 都有教育补助 但是你是外交官的话 那是包含你子女 如果在国外 他国外好像不是没有说线说 一定要在你当地的住在地国家念书 没有 不一定 因为就我所知 像是有日本的秘书 他的小孩可能在美国 念书 念大学 那其实也包含在学费补助的范围里念的 而且国外的补助 教育补助 其实算 就是用美金算 比国内的补助还要多很多 不过你如果是念美国长春腾等级的话 好了 自己还是要贴很多钱 不过我觉得那个CP值是蛮 念长春腾的CP值应该算很高 像我现在就在烦恼说 我们家的胖妹以后 如果他考上了长春腾 跟我说他申请上哈佛 我会不会跟他说我没钱 你不要去念了 好啦 这是我那个脑海中的小剧场 说不定他根本不喜欢念书 好来看第三点 眷属补助 那眷属补助其实就是包含外交官的配偶 跟他的子女有眷属补助 以三等秘书来说 因为你刚考上的话 你第一次住外你就是三秘嘛 三秘的那个外交官 他的配偶一个月 可以领到315块美金 小孩的话就是每个月领30块美金 小孩就是相当于不到1000块台币 买糖果 对啊 只能买糖果而已啊 配偶领到315 大概台币八九千块 不无销补啊 其实真的不多啦 因为我说穿了 我看了很多外交官的配偶 另外一半 其实工作能力都非常的强 就我所知我看到的 有本来是我国界的医生 有本来在做医生的 有本来在做律师的 有本来是政大 政大外交系的 可能是学面什么的 他本来是可以考外交考试的 但是他选择照顾家庭 对啊 非常的多 所以 牺牲工作 然后领这种补助 我觉得是非常的 怎么讲 算是一种 真的是牺牲啊 因为配偶如果出去工作的话 其实是可以赚比 这个补助还有更多的钱 好来我们看下一点了 就是穿装费 对 穿装费其实是一次性的给予啊 就是看你每次 你一派 外交官只要一次住外 那就给你一次穿装费 那个穿装费是包含本人跟配偶 就是给你买衣服用的啊 什么什么 因为可能会有一些 活动会用到 像是每年 那个 驻外馆处的大事 就是那个国际 那个什么 国庆日啊 对啊 不过最近疫情好像外馆比较 那个 还是有办啊 可是规模小很多啊 不过那个国庆典礼还是什么的 国庆酒会啊 我们都讲国庆酒会啊 对啊 我是觉得蛮无聊的 因为就是吃饭 然后 因为 因为毕竟是我们 台湾自己住外馆处的那个 典礼嘛 所以他都会叫台湾的一些小菜 像是 呃 大家会觉得很不起眼 可是那国外是很不得了的 美味家药 像是肉肉饭啊 肉掌啊 茶皮粉啊 或是炒面啊 猪血汤这些东西啊 那会去的是华侨 各国的政要 可是有华侨在的街上 大家一定都会很 思念家乡的美味 所以那些台湾菜 只要一端出来 马上 就见底了 我那时候记得 我还想说 哇 酒会 我要去 然后去了之后 我想哇 有肉肉饭可以吃啊 结果去的时候 发现已经没有了 对 他不会再补了 这跟我们台湾的流水系 是不一样的 嗯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 跟大家讲那个 另外一个福利 就是搬家费跟机票 这也是一次性给予啊 就是一次 外派给你一次性的费用啦 那搬家费就是给你 好像美金几千块啊 两千还是三千 我忘记了 那不是很重要啊 因为 搬家费用是看你 派注到哪个国家 如果你被派注的是 比较 呃 国家发展程度 比较落后的国家的话 呃 你的搬家费用 可能会比较高 因为你可能要办 就是买一些东西 运过去 可能是一些家具 哦 电器 你就是 呃 租一个货柜 然后虚品过去 这样 呃 就是这个虚品的钱 那机票的话 那就是 呃 基本上现在都是搭经济舱啦 除非你自己 那个配偶怀孕啦 对啊 要不然 呃 配偶跟小孩 都是搭搭经济舱啦 秘书也是搭搭经济舱啦 因为 大家知道 那个 我们国家的 公务人员的福利 其实是一砍再砍啦 呃 以前啊 我有听过 就是好像在 还没跟美国断交钱 那 那个年代 民国七十六十几 七十几 那时候的外交官待遇 其实非常好了 他们出国是可以打商务舱的 不过没差啦 我其实不会在乎 什么 什么 经济舱商务舱 我 我搭飞机 我最怕的是小孩哭 小孩子年纪还很小时候 他因为耳压 那个耳朵压力 不平衡的关系 他会哭 我真的很怕 我现在想起来 我就起鸡皮疙瘩 对啊 害得我现在 我都不太想 带我小孩 大飞机 那我公婆 问我说 那个刘静 你要不要带 带小孩去 去什么什么 催老高 我说 不要啦 对啊 要嘛 也是他来 回来台湾找我 我不想出去 我超级爱台湾的 有时常听我节目的人 应该知道 我不是个 喜欢外国月亮的人 我喜欢台湾 而且 不怕他笑 我好像有讲过吧 我跟我老高的蜜月旅行 大家有猜到我们去哪里吗 去欧洲吗 或者去什么 马尔地夫吗 去法国还是什么 去那边修改之类的吗 没有 我们的 我跟我老高的蜜月旅行 是非常local 我们环岛 对 开一台破车 环岛 我那时候是跟我老高讲 我说 要好好珍惜在台湾的时间 因为你 你的未来 不一定会在台湾 对 然后 大家知道 那个 通常蜜月啊 都是女生说的 算了 女生想去哪里 就去哪里 所以 就是 富唱富水 所以我 我脑高也是顺从我 对啊 这方面他也是蛮听过的 他也没什么意见 毕竟都花他的钱 对吧 我觉得台湾啊 有很多地方 是比国外还好玩的 真的 大家不一定要出国 对啊 好 那 来看下一个 公时 公时 其实你在国内啊 你就是 看部门而定啊 你如果还没住外 你在本部的话 是比操的 因为这是看你的地狱师啊 不是那个 Go to hell 那个地狱 不是 是那个area 那个地狱 我们一般都是讲成地狱师 土地的地 领域的狱 地狱师 就是比如说 你是带什么欧洲师啊 北美师之类的 然后就搭配 当地的时差 比如说我们跟美国 好像是差几小时啊 六小时的话 那你可能 你在北美师 你主要都是处理美国的失误嘛 那你可能就要加班到很晚了 对啊 因为 晚上 我们的晚上 可能七 八点九点 是美国的 美国的白天 我们的晚上 是他们的白天 所以你可能就是要加班 国内是比操了 可是这个操是有 有他值得的地方啦 而且 当然啦 长官也不是大家想象的 那么好相处啊 你都是要忍耐啊 长官叫你做什么 你都要去做 大家那么忍耐 无非就是为了 可以驻外 拿到那个驻外的派令 你只要考外教官考试 没有驻外 你其实不如去考高考算了 嗯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公时 你如果在 呃 派驻在国外的话 公时其实就是责任制 所谓的责任制 就是不用打卡啦 对啊 就是有把事情做完就好了 啊 没有加班费 你在国外是没有加班费 没有这种东西 他们没有拨这个预算 因为想说你薪水已经领那么高了 当然是不会给你加班费的 而且他还有一个机制 就是要轮班 轮那个叫什么 紧 紧急什么的 急难救助啦 对 只要是那个外交官秘书轮到那个 轮值那个急难救助的话 其实每个人都很紧张 因为急难救助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国人在海外 如果有什么紧急的状况 比如说有人想要去自杀 去国外什么日本的自杀 森林自杀 好 那他的家人 台湾的家人很担心 打电话去驻外管输 那你这个秘书 就是接到这个急难救助的电话 你要赶快去把这个人找出 你知道这种任务是很难很难的 压力真的非常大 而且你如果轮值急难救助的工作 那个急难救助 他会配给你一只手机 急难救助的手机 你连回家洗澡 那只手机你都要把它带进浴室 因为你不能漏接电话 对啊 因为其实我们国人在海外有很多状况 可能是出车祸了 像留学生在当地出车祸挂掉了 他赶快联络台湾的家人 那个是有时间的压力 所以那个手机 任何一通电话都不能漏接 所以你在接到那个急难救助的工作的时候 压力是真的非常大的 晚上连睡觉都睡不好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跟大家讲了 那个外交人员的升迁 其实外交人员的升迁 他压力工作压力大 福利待遇其实比其他 他那个公务人员好 那他的升迁当然也是比其他不会容易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这样讲 是因为他每一年 他一年就是两次大洗牌 上半年跟下半年大洗牌 也就是说他一年有两次租外轮掉的那种名单会出来 就是上半年跟下半年 然后那个名单出来 你就看到几家欢乐几家愁 就跟放榜一样的意思 大家看到就开始准备 做做准备搬家的事情 然后看配偶小孩 小孩要不要去当地念说配偶要不要跟过去 然后去上那些外交官的那种训练课程 他们有在外交学院吗 有个外交学院你可以去上那个课程 配偶也可以去上 就是有一些语文啊 或是当地文化的那种课程啊 对啊 就是还有跟你讲当地住在国 如果遇到危险 像是你如果派驻到南非啊 自然比较不好啊 会跟你讲啊 当地你到了当地要注意什么 好那下一个就跟大家讲了 外邻人员的那个工作内容了 其实你如果是派驻在国内的话 不是派驻在国内 应该是说你在外交部本部工作的话 你主要是处理跟外观有关的事物 还有一些外交书务行政书务 你如果派驻到国外的话 那无非工作就是离不开人 吃饭活动聊天 聊天 对聊天算是一种工作 你就是人吃饭活动 你把这些东西做成一个报告 写成一个公文 然后把他公文就是弄到 传回到那个本部嘛 外交部 对啊 然后就是意思就是说 你在国外做了什么样的吃饭跟活动 你要及时的传递这个讯息 给本部的长官知道 好那下一个就跟大家讲尊严了 外领人员的尊严在国内还不错 你在亲友之间其实是非常有尊严的 可是你一旦住外了 你会发现 不是那么高 因为新闻讲的没有错 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就是我们台湾的外交困境 其实是非常的 就是外交困境 你只要中间卡一个中国大陆的话 就非常的难 对啊 我讲个例子好了 像是那时候 我实际上就是 走在路上 因为家里旁边就是那个 厄历垂亚的那个驻日大使馆 他们是大亚使馆 我们是代表处而已 大家知道大使馆跟代表处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日本跟日本交情比较好 他就给你一个大使馆的名号 你跟日本的交情扑扑 他就给你代表处 其实就是跟 你是明媒正娶的老婆 或是你是那妻那妻的一样的意思 对啊 厄历垂亚 我还是到日东 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个国家 对啊 他是东非一个非常集权的专制国家 然后那个厄历垂亚的那个大使馆在我家旁边 我每天每天带小孩去散步 我看到那个楼下啊 就会有一台 哦 超级大台的那个Benz Benz 然后开Benz车的是日本人 然后接下来那个 那个日本人 日本司机就开这宾室 在楼下等 等两个胖胖的黑 黑人夫妻这样下来 对 超级胖的哦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叫官夫人了 对啊 我猜那应该是大使夫人 哇 他的洋装 因为身材非常的那个丰满嘛 所以他的洋装应该是用定做 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料子真的非常好 雍容华贵哦 我只能这样形容 全身当中走下来就发亮 对啊 好了 反正你去纳东那边 你会发现 我们连这种东非的非常集权的国家 都还不如 厄历垂亚是一个非常集权的国家 很穷很穷 可是你到国外之后 你会发现 诶 他们的那个外交人员怎么过得那么好 对啊 一个比一个还胖 对啊 然后我们台湾其实连跟日本要个外交车牌 都很困难 到现在还要不到 对啊 我们一直在努力中啦 好 加油 来 下一点呢 职业发展 其实外交人员的职业发展是非常多元的啊 嗯 像是如果啦 你很喜欢这份工作的话啦 你不觉得他的压力带给你任何身心的困扰的话 你可以继续做啊 继续做其实就跟其他公务人员一样 你就是可以直升啊 一直做就做 做到 呃 二秘 一秘 组长 或是什么副代表 或代表之类的 其实代表是最高的 就大持等级啦 对啊 那如果你想要人生 想要有更进一步的挑战的话 你其实可以挑战创业啦 或者是到外上工作 因为我认识蛮多秘书也是这样的 他可能就是当地做一做啊 像是有一个美国的秘书 他就是当地认识了 农场的主人嘛 那那个农场是专门在 在种苹果的 他就干脆辞职了 对 把那个美国的苹果 进口来到台湾 卖给台湾人这样 最后他们夫妻两个人 就是做这样 苹果贸易商 发展的也还不错 嗯 好 那最后一个就是缺点啦 我刚刚都在讲优点 大家就觉得好像很好很好 没有其实要忍受的事情非常多 像是妻离子散啦 这是每个外交官都会面临的问题啊 你要跟家人分隔两地 嗯 像是现在疫情期间啊 从疫情到现在已经两年半了嘛 其实非常多的外交人员 已经两年没有回台湾了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啊 对啊 然后家人可能 在台湾家人可能会收到那个 那个取公所 公所记的 还收到那个什么 什么 要把你出级 然后你要很紧张的 赶快去打电话给那个本部的人说 诶 是不是要真的出级了 对啊 因为出级还蛮麻烦的 是可以在那个负级啊 但是 是真的很麻烦啊 出级之后 你能到时候 健保啊 还是 还是什么东西啊 还是投票的时候 那个全部都要重新再申请 是真的很麻烦啊 对 然后另外一个你要忍受的事情 就是见不到家人最后一面啊 像是你如果升到二密一密 那个年纪你大概就四五十岁 四五十岁其实父母亲的年事已高了 在台湾的父母亲年事已高了 通常都是开始要说拜拜的那个时期了 所以很多二密一密啊 通常啊就是呃 在国外接到家人说啊 自己的亲人走啊 爸爸妈妈走了啊 啊他飞来台湾可能有时差还是怎样的啊 他订机票啊 回来台湾已经见不到爸爸妈妈最后一面了 通常就是回到台湾就是出 就要准备出病了 好 还有那个第三个就是要忍受的事情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要健康 对 你如果真的很想住外的话 千千万万要把自己的健康顾好 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 对 像是不要觉得牙齿没什么 我跟大家讲牙痛 真的很痛苦 我那时候我在东京 我觉得我的牙齿痛得不得了 而且大家知道那个家庭餐厅啊 Jonathan啊 那有一家Jonathan餐厅在我家旁边 我时常去吃 因为我不是每个每天都会煮饭的人 我每天煮饭 我真的觉得再加上带小孩我快崩溃 我时常带小孩去那个Jonathan 吃饭 他是一种日本的家庭餐馆嘛 就是会卖什么 什么汉堡牌啊 什么的 还有卖什么丼饭啊 那些有没有餐厅啊 卖饮料什么的 然后那个摆盘弄得很可爱 小孩会很喜欢的 我记得我就去那边吃饭 事实上就去那边吃啊 然后他不管怎样啊 他给你的水 他服务神给你的水 永远都是冰块比水还多的水 对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吗 冰块比水还多 大家应该都有去过日本啊 对啊 都知道那个日本的水是怎样的 这种方法 连下雪 外面在下雪的天气 他也一样给你冰水 哇 这一点我还蛮受不了的 然后你只要牙痛 你喝到那个冰水 你会觉得哇 那个脑袋 那个痛到脑袋好像被雷劈到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牙痛痛到受不了了 请我家老高去那个药房买那个止痛药 可是止痛药这个东西呢 它是管制药品 好像是二类吧 还是一类 我忘记了 反正管制药品啊 那不能随便给你啊 对啊 你好像要登记什么什么身份啊 还是什么 反正还有限制你 你买那个止痛药的数量 反正不能乱买 我后来是牙齿痛的受不了 我就跟我老高说 我想要回台湾看牙 对啊 一回来我就不想再回去 刚好又遇到疫情 对啊 嗯 日本看牙是很缓慢 很 怎么讲 看不到镜头 因为他们牙医都是慢慢来 没有像我们台湾这样一次就是看一颗 他们洗牙 分四次洗 我们洗牙可能 你去看一次就好了 他们洗牙是分四次 分右上右下 左上左下这样 对吧 而且牙齿的费用是不包含在医疗保险里面 所以看牙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看到外国人啊 牙齿如果长得很漂亮的话 通常他的 他家里面的经济能力 通常不会差到哪里去啊 嗯 好 那另外一个最后一件要忍受的事情就是 外交官要忍受的事情就是配偶 对 所以 女生考外交官其实是比较吃亏的事情 可是你如果不在乎世俗眼光 嗯 比较open mind的看待这个世界的话 其实 嗯 没有什么差别 甚至是你的配偶 我觉得最重要是你配偶的想法 对 你配偶不OK的话 其实你的婚姻也 怎么讲 会比较 处境会比较困难啊 对啊 反正你的公 你的那个啊 外交人员的配偶工作 就是势必一定要 刚开始一定是请留停啊 可以有请让你请留停的机会 可是久了 如果蛮多的 你知道前面已经是一个石头 那你就要入手吧 上天给你一份礼物 你既然 其实你不做这个工作 也不会怎样 对是家里面没有直接的 那种经济的影响 那你何不把时间空出来 帮助更多的人 我是秉持着这样的想法啦 对啊 所以开了这个podcast 嗯 好 这一集感觉有点流水涨 因为我觉得 嗯 好像有一些 我知道有一些在考外交特考的考生 会听我的节目啦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外交官的美丽与哀愁 对啊 就是 不是 大家不要只有看到好的那一面 其实也有那种 心酸无奈的 嗯 不为人知的一面 好 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呢 QA 第一位 假腿耶 假腿 你真是我们的贴粉 嗨 我被IG诈骗了 这几天心情很难过 听到5月27站长呼吁 小心诈骗 我还是来说好了 避免和我一样的受害者出现 从小到大 这种事情根本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不认识的人跟我讲到钱 我也不会理会他 对于投资 我坚持不投资 我不了解的商品 但这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没有防备心 一步步掉进去 想起以前看过诈骗的新生 也许当时处境 让他们不知不觉 很顺的被操作 调进陷阱 现在手法 有些也蛮高明的 真的不要笑被骗的人 为什么那么笨 在手女的这个年纪被骗 真的很扯 很丢脸 里面三分之二钱 还是信用卡 刷卡 这部分令我很紧张 原本需要打工支付 生活费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点点点 总之我检讨 这是犯错的原因很多 更希望大家遇到 不认识的人 讲到钱 投资 真的不要理 甚至不要读回复 陌生讯息是最好的 最后站长的新书 已到手 预祝新书大卖 销量残红 OK 拓远你不要难过 至少 你也不要觉得丢脸 对 我知道 会被 被炸被骗集团骗 无非是因为 贪财或贪色 对 但是 被骗已经是事实 至少 我跟你讲 钱再赚都有 虽然这句话 很难 因为我那时候 我们家 遇到被骗的状况 我也是一直跟我爸这样讲 每次我爸只要压着 还准备被启笑 我都跟我爸说 我只能够谈就有 爸爸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再淋吗 我一直跟他这样讲 但是他都没有听进去 对啊 所以最后 他就是很不开心 离开这个世界 唉 我不知道怎么讲 反正 给退友 我觉得 没关系啊 至少 至少 你 愿意把这个事情 就是 po在 那个 留言 里面 然后给我 读出来 经由我的嘴巴 读出来 经由podcast 让大家知道 不要被骗 只要是在 网路上 不只是在 网路啊 还是那种 邮局啊 还是百货公司啊 跟你推销 只要叫你 掏钱 要钱出来的啊 叫你要贵钱啊 要贵钱 要刷卡 还是一个很帅的男生 很壮的那种 小鲜肉 还是 阿兔家 叫你买虚拟货币的 不知道买什么 懒胶几百币的 大家不要去鸟 大家要知道 钱很难赚 我们不是什么资本家 第二代 第三代 正二代 或是什么 负二代 也许 正二代 负二代 对于他们来说 钱很好赚 但是我们不是 我们是无产阶级 或中产阶级的 小的第二代 第三代 所以钱真的很难赚 不要乱给 乱刷 给不认识的人 只要他叫你 把钱拿出来 你就要注意了 像是 IG啊 因为我之前 好像有跟大家讲过 我自己 除了那个国考驿站的IG 我还有我自己 本人真实的 那个IG 其实朋友很少 我本来就没什么朋友 不怕大家笑 你知道我只要看到 我其实也会跟踪一些 网络上的那种网红 或是分享一些 懒人包 比较有趣的知识 懒人包 像是那种投资的 他把那种投资的东西 弄成那种凸文 我觉得很不错 我都要按 可是我发现 你只要按了 跟这种投资相关的 就会有人 去follow你 就是你点了 你等于是 泄露你的讯息 让他知道 你对于投资理财 有兴趣 然后那个人 就会传讯息给你 说他怎样怎样的 当然他刚开始 不会跟你说 要买什么币 买什么币 或是投资什么 对 我刚开始也是不鸟啊 后来他就跟我说 在不影响家庭 及生活的状况下 何不给自己一次机会 要买什么什么币 我就跟他说 这不是风险很大吗 然后他就开始 跟我拦交击败 攻击多一样击败 真的 就是跟 跟我在那边 急急白白 我觉得好烦 我干脆后来 跟他那个 封锁家删除 就我的 我没必要浪费 我的时间 在你的身上 后来 还是陆陆续续 真的很多这种人 所以我后来 我干脆 连这种投资理财的 那个赞 爱心 我都不会按了 因为我觉得 一按就会有人来骚扰你 叫你掏钱出来 跟他投资 所以大家真的 还小心 最近 我最近还有发现 还有一种 插骗的方式 其实更高明 是要骗你的爱心 就是跟你说 阿猫阿狗 猫猫狗狗 流浪猫流浪狗 假装他们是 什么 什么国际知名的NPO 然后跟你说 扫一下QR Code 你就可以帮助到 这些猫狗 让他们不要再流浪了 让他们安心有个家 我已经跟 跟大家讲了 钱很难赚 你要知道你捐出去的 每一分每一好事 怎么用在什么人 什么动物身上的 他如果提不出一个Proposal 给你说 他是怎么照顾这些流浪猫 阿猫阿狗的话 你不要乱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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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很多有心人士 他是利用这些 卖你爱心的 你就觉得 看起来好不忍心 然后要你捐钱 那其实背后 他是不是一个真的 那种NPO NGO 在帮助人 帮助动物的 你都不知道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奉劝大家 如果真的爱心泛滥 想要捐钱的话 去捐给比较知名的NGO NPO 或者是你知道 他真的有在做一些事情的 网路上或在路上 那种 你没有听过 没有看过的 叫你掏钱出来 或是刷卡的 叫你扫QR Code 什么的 用什么赖币 什么什么的 都不要鸟 好 我们下面位 小熊 柳静好 匿名叫我小熊好了 以下内文 柳静你好 我是去年开始准备 国考的考生 有报名字叉 寒寿 也追的差不多了 才发现您的Podcast 心中无限的恨啊 不过我已经开始 左手写靠谷题 虽然刚开始没什么头绪 只能写出一点点 也会卡卡 也不知道如何将内容 好好梳理 但现在会好好的 把各张重点整理好 并抓好 近期有个困扰 想跟你询问 我知道独门暗器很重要 但目前基础内容 觉得还可以更熟悉 想持续加强 与此同时又会不断 想搜刮独门暗器 或修法消息 各种新闻草案 或是三读通过时 是近期也不断出现 这样使得自己心情焦虑 好像会怕错失 许多考点 想请问柳静 是不是先静心下来 好好把基础打稳 或是尽量搜集 独门暗器消息 跟内容 谢谢您 好小熊 你的问题 很单纯 我觉得非常好解答 谢谢你 这样给我一个好求 好 小熊 我分两点跟你讲 其实你说穿了 你就问说 到底要在写考古题 跟独门暗器里面 要怎么抉择 我跟你讲 不管是考古题 还是独门暗器 这两个东西 是可以同时独立存在的 它们是没有抵触的 也就是说 假如是我的话 我跟你讲 我过去我准备高考的时候 我是这么做 我会白天写考古题 那如果我写考古题 像中午啊 晚上啊 比较空闲的时候啊 我会看独门暗器 对 像我记得 我那时候啊 就是白天都在写考古题 那中午 我除了看一些 新三色的新闻 这样提提神以外啊 我其实还会去看 独门暗器的东西啊 对啊 因为我觉得 那个东西就是 比较火嘛 可是又一定会考 我就去看 反正你有空 你就去看啊 你这除了平常白天 你排着 要写考古题的时间 其他剩余的时间 你就拿来看独门暗器了 又或者是假日啊 都可以啦 反正就这样 我觉得这东西 这两个东西是 不冲突了 对啊 就像是吃饭跟大小便一样 这两个东西 是不冲突啊 你可以在一天之内 同时做好 吃饭跟大小便两件事情 好 小熊 希望你可以那个 好好加油啊 好 下面位 机器人一号 请问索取声论题答案值 站长你好 机器人来了 XD 好开心 惊喜QA被念出来解惑 谢谢站长 我还切成竹子稿 慢慢听慢慢看 觉得脑袋有点散掉了 就再回来听 聚焦再聚焦 反思 然后赶快去写考古题 继续找答案 我以前就常常写日记 但不是每天都有感觉 66集灰犀牛 有重复听了几回 完成后 上网订购了两只灰犀牛 可爱版提醒自己 最后40天 应该注意什么事 不能被某些鬼怪 拧过去了 也有继续追以前的集数 听到QA有听友 询问声论题答案卷 请问我也可以索取吗 by新竹彭先生 括号天起来比较正常的感觉 嗯好 我还是会叫你机器人啊 比较好记 好 那机器人那个声论题答案 就我已经寄给你了 对啊 我说过我的节目都是预录啦 嗯 你应该一两个礼拜前 你就已经说到了 好 这这部分没有问题 来看下一个 就是你讲灰犀牛的东西 灰犀牛 我自己是在做这个节目的人 我很了解每一集节目 里面可以影响到的 受众到底有多少啊 我是比较惊讶的是啊 灰犀牛这一集的那个缩听率 其实极低无比啊 但是这一集含金量很高 对 其实这一集 它可以把它发散 甚至是写一本书都不为过了 对吧 不过我觉得这应该是那个SEO啦 就是关键是那个演算法关系 所以大家其实 就是没有什么 看到那个标题 就没有什么意愿点下去了 我觉得其实标题所穿的 还是要新三色啊 大家比较会 那个吸引大家下去点哦 好 那你说你是新三色 新竹彭先生 看起来你的主名 我猜你应该是客家人吧 对吧 好 我也是客家媳妇 我妈也是客家人 可是我 我客家话是完全不会听 也不会讲的 好 我很喜欢新竹那个地方啊 除了新竹冬天的风以外 呵呵 对吧 我很喜欢去那个 就是 温老高 我还没 还没去国外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假日 很常开车 然后去新竹的北埔 对吧 应该是北埔吧 还是新谱 啊北埔 对北埔 很喜欢去北埔 那个喝那个什么茶的 抹茶还是什么 那个 那个绿色的那个茶 还是绿茶 我忘记了 客家人 那叫什么茶的 对吧 大家记得 帮我帮我帮我 在留言处补充 哇 然后配那个菜包拌啊 然后配蜜简 我觉得哦 那个感觉真的非常的 很棒啊 对吧 而且北埔那边的空气非常好 我很喜欢那个地方 啊 然后再去吃个菜包 那路边其实都有一些客家妈妈 然后自己创业 卖那个菜包 真的很好吃 我喜欢吃包那个萝卜丝 里面的满满的萝卜丝 但看起来非常的扎实 我 我脑高也是很喜欢在北埔的那个 一家店吧 也是那个妈妈自己创业 她就是除了卖菜包 客家菜包 她还卖那个 霸掌 超级好吃 讲到我现在流口水 可恶 好啦 彭先生 不是 机器人 加油 好 我们看 下面位 podcast的问答 站长你好 我是玄玄 我是最近正开始准备建筑工程高考的大士生 之前一直在犹豫 要不要补习 但看了一些前辈经验 以及发现您的podcast后 让我决定好好在家 把考古题拿出来狂写 最近已经开始写考古题 发现一些问题 想请问站长 如果题目只要写法规规定的其中五项 不过实际法规总共有八项 如果八项都写出来的话比较好 还是就照题目说的写五项规定就好呢 另外还想请问通常考试卷写多少才好 我已经按照教科书上写的答案都抄在答案纸上了 但怎么写最多也只有三面 看网路上其他人都说写七至八面 或许是考课不懂通 所以答案长度不一样 但多少还是焦虑 想请教站长 问题有点长 希望站长不要介意 祝福podcast的长虹 我会继续收听 我先喝个水 夏天到了多喝水 喝水还可以排毒 因为你把它尿出去 它会排汗 好 萱萱其实不会啊 你的问题在我的QA里面算是比较短的 好 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你就说什么 他问五 题目只要你写五个 可是他实际法规有八个 我跟你讲 你就先写题目问的 如果是我 我先写那五个 如果答案卷还有其他空格的话 我会再补通其他三个 就是他还没有问到那三个 当然是能写八个就写八个 这个我觉得是小问题 反正重点就是你那五项一定要写出来 剩下三项 要不要写看你 有空格就写 没有空格 写比较重要的东西 反正它是有顺序的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题目有问到的 你一定要写出来 题目没有问到的 要不要写看你 如果是我 我会写 因为我说过答案卷最好是写好写满 你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你不管怎么写都写三面 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你是写 我不晓得建筑工程的科目是怎样 但是我跟你讲 如果你的科目是文科法科的话 比较偏文法 跟文科跟法科相关 你一定要写好写满八页 但是如果你的科目是算术科目的话 像是考为积分这种的 你其实不用写到八页 但是我 是我的话 因为我过去我也有考过 这种算术科目 他会问你一些 就是你要去算 算他问的问题的东西 我会先把它写完 写完之后一定还有空间 其他空间 我会补充相关的公式 像是我套用的公式是什么 或是有些法规 他相关的法规 如果有提到这个公式的话 或是跟这个算术相关的话 或者是他是根据什么学说的话 我都会把它补充上去 因为我跟大家讲过 国考你只要是考高考的话 升论题 升论题没有正确答案 它是相较出来的 你有沒有想过 就是假设说这一题 大家都会写的话 大家都会算的话 那其实答案 就是改考卷的老师啊 他给的分数 其实都一样 可是这样就没有鉴别度啊 所以你要让改考卷老师 给你分数更多 那要怎么更多 你就要写别人家更多 所以你除了把答案算出来 你还要补充相关的公式法规跟学说 好 那 萱萱我想跟你讲啊 就是 坚持做对的事情啊 不对的就马上改啦 对啊 因为我觉得你问的问题 算是小问题啊 对啊 你只要坚持下去啊 对 建筑 建筑这个东西 以前多多少少 我接触过 因为我跟大家讲过 我在工地工作过 我以前啊 工作的工地是那个南港的中信 中信的那个 什么中国信托银行的那个工程大楼 那时候其实楼都还没盖起来 没有相信他这么热闹 那时候只是荒芜一片什么都没有 就是工地空地 而且是逆打工程的啊 他是从下面开始挖的嘛 然后我记得我们的业主 我们公司的业主就是 你是念建筑 你应该听过 业界有一家叫 X-Mine建筑师事务所 然后那个建筑师事务所主任呢 就是我们业主嘛 我们其实主要沟通 就是跟他们沟通啦 然后那个业主呢 非常信号女色 我们主管就是知道这一点 所以都会叫我们公司所有的助理 只要是女的有奶的有年轻的 还没还没嫁人的下班后 要跟那个主任 跟那个叉麦的主任吃饭 等于是有点在选妃的性质啊 这也是为什么 我那个工地的工作 我没有做很久 我说干你娘的 我只要我会领三万 你叫我去背家煮食饭 你弄走我来啥 对啊 我就不做了 好啊 我觉得你不管做什么 你都要有行情啊 你老板太超过 你就不要做 我跟你讲 老板在选人的同时 你也在选老板 对啊 而且最近毕业季快到了 我给大家新鲜人一个建议啊 因为我知道我的节目 除了国考生以外 有一些多多少少是对于自己 生涯规划有些彷徨的一些年轻人 年轻弟弟妹妹嘛 我跟你讲 你们如果啊 觉得国考还离自己太远 还不确定要不要考 想说先找业界的工作啊 我跟你讲 你们就是看 不管是看打开 林姻啊 林金或是那个什么 104啊 数字银行那些 有没有的啊 你如果想要准时下班的话 不要找 OEM不要找代工产业 这是我非常 最近就是看一些 那种产业新闻非常有感啊 因为代工产业 它没有自己的核心的研发能力 所以它只能压缩时间来抢订单 那时间压力的话 那势必就是员工工作的工时会非常长啊 那你不想要这么血汗血尿的话 尽量不要找OEM的工厂 好 好 那玄玄加油了 我觉得你是从你的文字读起来 你应该是一个很聪明的女生啊 嗯 今年或明年应该听得到你的好消息 加油 好 阿贤 私信请教推荐好睡的枕头问好 有近大大你好 刚收听完您 今日6月3号的新播客 收益良多打算晚上躺在睡觉前再重听一遍 这一集分享资讯还蛮多的 有趣又很收用 感谢分享 另外想请教柳静大大是否有推荐的枕头 因为我个人多年来也受睡眠品质不良困扰 天天睡醒都觉得肩颈不适 酸痛 脖子扭到之类的 应该就落枕啦 网路上有搜寻到枕好睡或 LoveFu Fu LoveFu 品牌的枕头 L-O-V-E-F-U 但因为价格不便宜好几千块 又不能试堂 所以迟迟不敢下丑买来试用 加上适逢身体擦长 已经休养一年多 没有经济收入靠父母养 所以对生活开销尽量量入为初 今日从站长播客 收听到不错枕头 我想请教柳静大大科夫告知品牌型号 以及试用心得 以上感谢 台南阿贤 好 阿贤我先喝个水 阿贤你讲的那个什么 LoveFu的那个牌子 有那么贵吗 我现在马上Google看看 对吧 我帮大家实验一下 干 比我现在睡的还贵 一个块四千块 哪贵 好啦 阿贤我先跟你 一样一样跟你讲 欸 你买东西 你要买东西 钱是在你手上啊 你知道钱在你手上是 是代表什么代表你才有所有的最终的决定权啊 啊枕头又不是只有他在卖 我跟你讲 没有现场四堂的枕头 你卖自己买 不要跟他买 你是在大白三小 干 对啊 没有四堂就不要跟他买 没有那么大牌的啦 我跟你讲 每个人的体型 阿贤我跟你说 每个人体型 不一样 像肩膀大小 你的脖子 有长有短 每个人的脖子 有长有短 我没办法跟你讲 我现在睡的是哪一种 因为适合我的枕头 未必适合你 适合你的 未必适合我 我没办法跟你讲 但是我真心的建议你 因为我说过那个不错的枕头 是因为有人帮我看 所以你一定要长 你要去现场 你要买枕头 要买适合自己的枕头 你一定要去现场 可以给你四堂了 他如果跟你说 抱歉 疫情因素 无法四堂哦 你就跟他讲干 就走了 对 好了 不能跟他讲干 心里讲干 只要没有四堂的 你就不要买 你一定要去 有可以四堂的店 请居店 然后请专人帮你看 因为你有时候你自己躺 你有未必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自己 因为我那时候是躺着 然后那个店员 他在旁边帮我看 店员已经做快20年了 他其实很会帮人家看那个枕头 是不是适合自己的那个肩颈 还有头部 所以你要请人帮你看 从侧面看 而且你至少四堂三种不同高度跟材质的枕头 对啊 好啦 你真的想买枕头 我建议你去现场 你想要多比较的话 那就是跟我一样去那个请聚展 世贸他其实都有请聚展 那你就去看一下 对啊 那请聚展 其实有很多家厂商可以比较 因为你只有跑现场一家 有时候蛮麻烦的 对啊 好阿贤祝福你早是找到很好睡的枕头 好我们看下面位 阿银 好你没有主名 对啊我叫你阿银好了 姐姐我正在准备国考 刚刚听你的YouTube 得到很多鼓励和小技巧 那个请问有机会的话 可以聊聊被诈骗的部分吗 其实我是经历诈骗损失惨重 这个创伤太惨痛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 想听听你们家的故事 还有要怎么克服负面情绪 谢谢 好阿银 我跟你讲哦 其实被骗的故事非常的长 因为那个不是说 什么几个月啊 就可以解决是没有 那个是持续了好几年 我们家是2003年被骗的嘛 一直到现在快20年了 你如果想知道我被骗的故事 我的书啊 站长写的书 关于国考你不知道那些事啊 我的书第一篇 其实就有写我们家被骗的故事了 对啊 应该讲其实被骗的是我妈 可是我爸爸他的薪水 全部都给我妈来管理 然后我妈因为太相信那个投资 那个诈骗的投资的话术 所以把家里面所有的钱 甚至房子都拿去贷款 然后亲友也是这样 10万20万这样就 然后后来发现是骗局 然后警察一查 发现对方已经在澳门了 钱根本要不回来了 这是我们家故事了 其实是主要是我妈被骗 可是我妈是家里面的经济支柱 所以整个家因此而垮掉 对 受到影响的 不只是我爸爸妈妈 甚至是我 我弟 都受到影响 因为被骗的人是家庭的经济支柱 对啊 我不知道台湾有多少人是因为这样被骗的 因为自己被骗了就算了 可是如果被骗的人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那等于是这一个家庭 整个都垮掉了 对啊 好啦 那其实这种东西 我没办法三言两语就跟你讲得太清楚 我每一集多多少少 如果想到我就会讲啊 对啊 那你说心境要怎么克服哦 就是活下去 然后不要觉得被骗是丢脸的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被骗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虽然大家会觉得说 被骗无非是因为你贪财啊 又爱色啊 但是我们人 只要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是有血有泪 我们是有七情六欲的 我们有喜欢有爱的东西 有恨的东西 你既然有七情六欲的话 那被骗 那其实就是利用你人性的弱点 不要觉得丢脸 被骗是那些骗子很可恶 诈骗的人很可恶 甚至我觉得诈骗无所不在啊 对啊 而且我有去问过学法的那种 在法务部工作的朋友 他也有考当律师 我就有问他 我们国家关于刑罚 那个诈骑的刑度是不是很轻 他说对啊 很轻 而且通常啦 我听到的状况都是诈骗的人被关了 因为他的刑度很轻 刑案很轻 他出来也只会诈骗 因为他觉得诈骗很好赚 你随随便便用个话术 甚至已经集团化了 你就可以骗到很多钱 所以他关出来 他还是会继续从事诈骗啊 我真的觉得诈骗的人应该给他出无期徒刑 因为诈骗的人 诈骗犯会疑犯再犯 他关出来 他还是会继续诈骗 因为他们已经觉得诈骗 骗人 这种钱 赚得非常的容易 你只要三言两语 你就可以赚到人家一辈子的血汗钱 但我觉得这是非常要求的事情 他都没有想过他下辈子生小孩会没屁眼吗 对啊 好啦没讲那么多 反正就是还有就是 我一再跟大家强调 逆境时不要看不及自己 加油 好 那期待你哪一天 就是跟阿静一样 那种可以克服困境 然后服务 就是无偿的服务大家 对啊 做个大慈善家 好 我们看第三部分Murmur 对 Murmur 这礼拜Murmur有两件事情想跟大家讲 第一件事情就是 前阵子啊 前一两个礼拜啊 有个新闻说什么 国会三读 就立法院三读通过那个公务员员啊 我们我国的公务员员 加班上线就是一个月 六十个小时 然后还有放宽兼职规定 我说哇 果然是选举年快到了 放出大力多哦 感恩院长哦 对啊 好 我讲一下我的看法好了 那时间有限我简单讲 就是我对于公务人员兼职 我是持了乐观 秉持了乐观的看法 虽然我不是公务人员了啦 但是 我其实可以干公务人员 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啦 因为我知道其实现在公务人员也不好做 真的不好做 所以我是对于简直是秉持了乐观的看法 而且公务人员的薪水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你要比那种一个月两万三万的 当然是公务人员的生活非常好过 可是你要比高阶 中高阶经理人的薪水 其实公务人员薪水真的不多 你只要生小孩 生超过一个 在台北你生超过一个 夫妻俩都是公务人员的话 其实那个生活是非常的 经济非常吃紧 因为你还要包含房租 还有车 小孩子的教育 子女费用 生活上一些滴滴扣扣的杂志 所以你根本不会想再生啊 对啊 好啦 我对于那个公务人员兼职的看法 是很乐观的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啊 让公家机关里面的公务员就是 有了活水的注入活水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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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大家讲 大家考上公务人员以后 或者是现在在收听我的节目 你自己本身就是限职的公务人员 请你兼职的时候 务必低调 务必低调 兼职务必低调 因为我跟你讲 我很了解 我带过公家机关 我太了解公务人员的特性了 这个民族 这个族群的特性了 公务人员 什么都不会贵啦 内斗内行最贵啦 就跟现在的国民党一样 什么都不会贵 内斗内行最贵 他如果是看到你兼职 不管你是合不合法 就算你是合法 他也可以抹黑 造谣你到不合法 他眼红 他不爽你 他就可以把你说成 流进卖淫啊 那个妨碍风货啊 怎样的 对 传到长官的耳里 对于你自己的升迁考基 都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请大家在兼职的时候 务必低调 好 那另外一个 我对于加班上限60小时的看法 就是 大家知道吗 我们台湾人的脑袋 其实非常的活 所以他往往都是上游政策 下游对策 我跟你讲 这种政策一定下去 你有加班上限的话 像是像双北 新北 台北 或是桃园 或是什么台南高雄之类的 很多公家机关的局处 地方 不只是地方 有些中央也是很超啊 你看现在跟那个防疫相关的部会 也是很超啊 你一个月只要超过60小时啊 你就会奉献给国家了 你实际上 你已经加班超过60小时了 但你加班最多 就是只能报60小时 所以你超过60小时的部分 你只能奉献给国家了 我跟你讲 这样做 多好啊 对于高层来讲 对于政府当局来说 这样可以省预算 省加班的预算 而且这样还有一个大力度 就是什么 选举年 所以还可以说 都在说 我们照顾公务人员的人权 我们有照顾公务人员的健康安全哦 对不对 我觉得啦 以我的看法啦 我的看法是非常务实的 因为我有跟大家讲过 我是摩羯座 我非常务实的 我其实就是遇到 问题解决就对了 不要去跟我落一八说 你跟我落一八说 我真的我很火大 你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处方 你要怎么解决问题 根本不是从加班下手 我跟你讲 现在电脑化 数位化时代了 公民意识提高 尤其现在台湾 又是民主社会 又趋向多党政治 我跟你讲 国家越民主 政党越来越多席的话 公务人员会越难做 你看大陆的国家 他们公务人员有这么忙吗 都马是高层 一个党说了算 党说什么 底下公务人员就跟着做什么 可是你底下只要有好几个 在野党在那边拉扯 跟执政党在那边拉扯 公务人员往往就是 要跟着民意 要跟着媒体 要跟着政党 在那边演戏 那真的很累 所以呢 事情只会越来越多 而且多党政治 这是世界趋势啦 我们台湾一定是会多党政治 所以公务人员的事情一定会越来越多 那事情越来越多 不是从加班解决 是要松绑冤额啊 那个叫做什么 什么政府冤额的 中央政府冤额 什么挖沟的那个东西啊 我不是人事的啊 这个韩话我讲不出来 但是我大概知道那个东西 就是每年 每年那个人事总出来是权势部 他们有个那个什么 中央政府的那个什么冤额管制 你要去送把那个冤额啊 你每次说要做什么 转型正义 什么鬼的 增加那么多肥猫 你只要多出一个肥猫 就是砍掉底下 挤掉底下 压缩掉底下 四到五个基层了 一个肥猫 大概一个月就是月薪20万 月薪20万等于是你一个肥猫 就可以养四个高考进来的人了 你每次都多这么多附会 多这么多高层的人 这高层的人有实际的产出吗 底下的人 都嘛是底下的人 那种写汉的在写官文 在执行上面讲的事情 上面只要一句话 下面就忙到死 忙到爆 忙到写汉 这我跟他考耶 连尿尿的时间都没有 好我讲得很愤慨 我过去也是这样 我觉得那时候就一直很纳闷啊 我就想说 你们为什么一直补证误官 根本没有经过那个宪法 那是维宪的组织 维宪的单位 为什么说增加就增加 只是因为单方面的意识形态 就增加这么多不必要的单位 可是多出这些人 底下的人 就没办法再多情了 对啊 所以你没有发现 机关只要跟人事总处争取 说什么要人要人 人事总处都没有跟你说不行 对啊 不管怎样啊 我是觉得松绑员呃才是 一个国家 那个公务人员 解决公务人员过劳的问题啊 对啊 好啦 这是我单方面的看法 我知道我在告白会切啊 好 大家听听当作笑话 来讲一个比较轻松的啊 国考生美食啊 诶 我在讲我老家 我老家难投 我以难投为荣 对啊 嗯 其实蛮多 蛮多粉丝私讯我 问我有沒有在买东西 我刚才说没有耶 真的有卖我书吧 对啊 那粉丝都说很想买东西 我也不知道 要卖什么 其实我最近有一些想法 因为我看到台湾的农民 其实 南投的农民啊 其实赚了不多 我是真的 有点想要卖农产品啊 只是想法 想想而已啊 大家如果看到我哪一天在卖 南投的香蕉 或南投的凤梨 不要感觉太意外 对啊 我在帮助农民 好啦 我今天讲的不是农产品啊 就是要跟大家讲 那个国考生美食 就是我每次回娘家 一定会那个 喝的那个饮料 就是中兴兴村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去过南投中兴兴村 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以前是一些 高级外省人的宿舍啦 嗯 然后 那边去那边啊 尤其是夏天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要带防蚊 喷雾继续 那边的小黑蚊 非常非常的恐怖 那个小黑蚊 是会穿过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沙王的 所以你 你那个窗户的沙王啊 沙床啊 都没用 你一定要喷那个防蚊 防蚊液 那你到中兴兴村去啊 因为 有些考上 国考的人啊 他如果要受文官训的话 你选中部的话 有很大的几率 会在那个中部的文官学院 受训啊 他在中兴村啊 我那时候就是在那边受训啊 离我娘家超近的 我那时候是每天开车 然后我也有站一个宿舍的床位 那个宿舍等于是我中午在那边睡午觉 然后放我的东西 还有放室友的东西 因为室友发现我根本不会回去睡觉 然后把 把一些什么脸盆啊 有的没的窒息啊 我没差啦 我秉承了大爱的精神 我跟大家讲那个中兴的那个 王品桂花酸梅汤啊 超级好喝 不过一年 时长会长进来 从我以前一杯25 现在长到45了 大杯了45块了 他好像有卖什么 酸梅汤啊 双麒麟红茶奶茶 但是酸梅汤最好喝 因为他酸梅汤是用那种中药熬的 然后用冰糖去熬 不过啦 我觉得他唯一的小缺点 是真的很好喝 就喝了你会觉得 哇 脸颊发酸 可是呢 我觉得他有个缺点啊 就是品质比较不稳啊 夏天的时候会比较淡 然后冬天会比较浓 因为夏天买的人比较多 嗯 好啦 不管怎样啊 但是这是我每次回 那个娘家一定会喝的 对吧 这家也是老店的 推荐给大家 大家如果有到南投 有去中兴村 玩的话可以去那边啦 对啊 搞不好我真的会在那边遇到我 也说不定 好啦 时间差不多 我会来谁才起啦 好 我们这一集先这样囉 拜拜 拜拜